蓋子一鮮 香味扑鼻而來 加點配料 這樣的美味大人小孩都難擋 連超商也嚮重了 鬆餅 魅力跟著賣 現在卻因為網友驚鴻一瞥 把廣大鬆餅愛好差點嚇壞 鬆餅機清潔粉 人家明明是清潔用的鬆餅粉 你要鬆餅機清潔粉 清潔用鬆餅粉 有覺得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很詭異 鬆餅粉不是吃的嗎 鬆餅粉就鬆餅粉 竟然還有清潔用 這到底是拿來吃還是拿來用 一名網友之前超商消費 看到鬆餅機旁 竟放有這樣的神秘香 上頭六個字可把它嚇壞了 所以說又是食品安全的問題 難道鬆餅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照片拿到專做鬆餅的店家 答案揭曉 店家眼斷定 網友也做出了分析 原來看看上頭標示原料 除了有未屬何可的食用修飾澱粉 像是小麥澱粉 同樣也可以食用 至於小蘇打也是不小心吃下肚 不會出事 原來網友看到的是 連鎖超商用來作為 鬆餅機清潔的特製鬆餅粉 原理是用麵糊超黏的特性 帶走藏在鬆餅機死角 和軟化鐵盤上 長期累積的焦黑碎塊 對此超商業者低調表示 所有清潔物品都經過經驗 安全無遺 然而在婆媽眼中 列為超難清理的鬆餅機 原來還可以這樣清 店家說清潔鬆餅機的方法很多種 最常見不愛乎用水 用小蘇打水 又或者專用清潔粉來去污 各有優劣 重點都安全 下次落到超商又看見這神秘玩意 記住別慌 接著 容顏靜宇 台北報導